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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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開始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開始上課好了 這個我們上課是講到說這個 也就是說我們說這個 就是Chamin temperature 就是凱斯溫度 凱斯溫度跟這個理想氣體溫度 跟idea gas temperature 這兩件事情事實上是一樣的 也就是他們對溫度的這個定義 最後兩件事剛好是match 這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Karen我們定溫度 Karen我們就講說Karen Karen定溫度它是基本上 它是從Karen cycle 譬如說我們講說是Karen cycle 它是從Karen cycle的這個 Karen cycle的話我們說它的 我這下標C是Karen cycle的意思 Karen cycle的 那如果根據這個東西 它得到的它的Efficiency會等於 我們這Karen cycle我再畫一次圖好了 我再畫 因為我們代表還是要用的 我再畫一次圖 用PV圖 這地方沒有說是氣體 沒有說是理想氣體 畫成就是一個這樣子而已 比如說起死點是A點 它A點的話我用等溫的膨脹 譬如說我這等溫的膨脹 等溫的膨脹到B點 既然等溫的膨脹 這個溫度我現在假設是T2 高溫我們稱個T2好了 那你當然會吸熱 會吸熱對不對 吸熱的時候是Q2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什麼 是絕熱的膨脹 絕熱的膨脹 假設膨脹到C點 這個我用口述就好了 我不要再寫了 是絕熱的膨脹 對不對 然後膨脹完了以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等溫的壓縮 回去到D點 那壓縮 各位壓縮那當然會放熱 會放熱對不對 這個是在比較低的溫度T1 它的放的熱是Q1對不對 然後這個再回去 cycle就回去嘛 是嗎 回到A點 又絕熱 又絕熱壓縮 上課下課的時候有同學問我說 你看這兩個東西 這個絕熱的部分 這個面積跟這個面積 為什麼會是一樣 這兩個 這兩個最後你去算出來 譬如說我們去算出來是一樣的 你不能講說畫這個圖 這個圖這個比較高 這個比較低 為什麼兩個會一樣 這圖是示意圖 這圖畫起來並不是完全平行 你懂為什麼 因為這有位置的問題對不對 譬如說這個東西可能窄一點 這可能寬一點嘛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你不要從圖上 因為我圖畫不精準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數學來算嘛 那我們就講說 這card cycle它會得到什麼 它的efficient會等於1減掉 這個Q2 Q1 Q1對不對 然後根據 它是得到是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Kevin 那Kevin的話呢 Kevin它是完完全全 從數學形式去分析 從這個數學函數的性質去分析 這個card cycle對不對 這card cycle數學函數 然後他說這個東西呢 Kevin他就講說這個他的 這個會等於1減掉T2分之T1 是吧 會等於這樣 Kevin Kevin得到這個結果 他是完全全從這裡 從這個東西 他利用數學函數方法去分析 他的特性 也就是數學的性質 函數的性質去分析 然後最後找出一個最簡單的函數 他假設符合那個特性 最簡單的函數就是T對不對 我們上個堂課講過 那最後他得到是這樣子 今天呢 我們要假設 如果用idea guess 我今天用idea guess的話 你說我也能夠 我也能夠得到是1減掉T2分之T1 也就是說我操作這個 這個card cycle card cycle呢 我操作用理想器來操作 用理想器來操作 最後也可以得到是 他不是從數 他不是從那個數學的性質 函數的性質 我所謂數學就是函數的性質 他完全不是從 Kevin是完全從數學來 他從數學 他也不懂你什麼熱力學 不熱力學什麼東西 搞不清楚 他就說這個東西 他用數學的性質去分去找 找到一個最簡單的 可以得到一個這種結果 最後呢 我們idea guess 最後可以得到是 我現在就證明 剛好兩個一樣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兩個一樣 那我們上課堂課就要講 那所以要證明Proof 這兩件事情 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對不對 那我們就講 所以我現在idea guess 用idea guess 那我們講說這個 這個定義是什麼 是做工 做多少工對不對 被高溫吸的熱 這個是Efficiency Efficiency的定義 Efficiency的定義 對不對 我們利用idea guess來操作 那我們就講 做的工 就是把每個步驟 做的工 把它加起來 總工 是吧 加起來以後 加起來以後呢 最後我們 我就直接把上課寫出來 加起來以後呢 我們會得到什麼 RT2 這個Log VAVB 再加上這個RT1 RT1的這個Log VD VC 這個是做工 做的工 對不對 然後這個高溫吸的熱呢 高溫吸的熱 因為內能等溫嘛 內能是0 所以它的熱跟高溫的供是一樣的 所以高溫的供是這個 是不是RT2對不對 這個第一項 VB VA 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Isosermal 做的工 是吧 膨脹 做的工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 今天要證明 我現在 我上課就講 那我就要證明這個東西 最後會變成這個綠色的這個 會變成綠色的這個對不對 我上課就講到這裡 是吧 那我們今天要證明給你看 證明給你看 那如果用理想氣體的話呢 那所以我現在就 譬如說我現在就可以去證明啊 那現在證明呢 那我現在就需要這個 把一些 你看這個VB VA VC VD 這些東西要把它串起來 那最後你看看 我是不是假設要串起來的話呢 是不是可以 你看 假設你現在從簡單的數學上來看 要弄成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把這個VD啊 我框起來 這個VD VC 把它變成是VB VA 對不對 那不就消掉了嗎 你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這樣子 今天這個VD VC啊 你如果把它變成是VB VA 是變負的 那不就是T2-T1 T2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 那這樣怎麼辦 所以你就要把這個AVC的這個體積 把它串起來嘛 串起來對不對 好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出來 從第一個 這個這個我現在我這個第一個步驟 我講我們框起來2啊 3啊 4好不好 對不對 從E3 從E3是ISOSERMAL 這個是ISOSERMAL的話呢 這是膨脹 那所以呢 因為是等溫啦 因為這個是ISOSERMAL 我寫等溫好了 是吧 這等溫的話 對不對 那你等溫的話呢 那因為理想氣體 或者我寫 這個因為PV 是不是等於RT 是不是這樣子 那溫度相同 那是不是等於Constant 是吧 等於某個常數 是不是這樣子 等於等於假設T2吧 T2 那所以啊 你看看我P A VA 是不是等於PB VB 這裡到這裡 是不是變成這樣子 那同樣的 我現在從C到D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寫 C到D 是不是也是等溫 是吧 所以我現在C到D呢 我寫在旁邊好嗎 因為待會這樣寫 寫起來比較好寫 P C V C 是不是等於P D V D 是吧 又等溫嘛 是吧 又等溫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24 24這個步驟 24這個步驟不是Aliabatic嗎 這個是絕熱對不對 是絕熱 那我就上堂課下課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 絕熱你就要 理想氣體 理想氣體 理想氣體的絕熱 你就記得P V Gamma 2Constant 是吧 P V Gamma 那所以啊 那你就 V到C是絕熱啊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P B P B V B 伽馬次方是吧 會等於P C P C V C的 伽馬次方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先暫時這個 我就是絕熱的 你就要記得這個東西 理想氣體的絕熱 那再來呢 從D到A 你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子寫 什麼 對 D到A 我就顛倒過來寫 好不好 那所以P A V A的 伽馬次方 是不是等於P D V D的 伽馬次方 是吧 是不是等於這樣子 那我先暫時這個 這樣留著吧 那所以啊 你像我現在 就可以把它處理一下 今天是B對A B對A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我是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 被這個來除 是嗎 對不對 所以啊 因為是B到A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今天我P B V B的伽馬次方 對P A V A的伽馬次方來除 那B B的話 B的話會變成C對不對 B會變成C是吧 會等於T C V C的伽馬次方是吧 那這個A呢 A可以換成D A可以換成D對不對 會等於這個P D V D的伽馬次方是吧 是不是等於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那我現在呢 我現在把這個 把這個分子的部分 這個分子分母的部分 這個部分把它刮起來吧 這個部分把它刮起來吧 那你看看啊 那P B 今天啊 你P B P B比上P A 你P B比上P A 不是可以換掉嗎 所以 這個黃色的部分 不是可以換成V B 比上V A 黃色的部分是可以換成這個樣子 交叉相等是相等的嘛 因為根據這個 是不是這樣的 等溫嘛 是吧 對不對 那這個白色的部分 我把它留著吧 好 這白色的部分 這個是V B V A的 伽馬次方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啊 今天呢 這個P C P C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換成V C 這個P D可以換成V D 分子分母放上去 放上去 那白色的部分留著 這白色的部分留著 可以變成V C V D V D的 伽馬次方 哦 那你看看啊 所以啊 對不對 這個V B 減掉一次方 是不是這樣子 這分母 這分子扣掉一個 扣掉一個對不對 這分這個一樣 這扣掉一個 那所以呢 這個是什麼 變成V B V A 對不對 伽馬減一四方 因為把黃色的併進來 變成減一四方 是吧 變成減一四方 那這邊也一樣啊 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V C V D 變成伽馬減一四方 是吧 哦 那所以我們要得到一個結果 所以呢 所以這個不就相等嗎 所以V B V D 比上 V A 會等於 V C 比上 V D 對不對 告訴我們 是不是這樣子 告訴我們這樣 哦 那你現在啊 是不是這裡 可以把它放進來 是吧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所以我現在 從這裡綠色的部分 這個綠色的中瓜的部分 我就直接拉過來 省誰啊 省血 好不好 直接拉過來對不對 拉過來 那所以這個 V D 比上 V C V D 要不就翻過來 是不是變成什麼 你把它 你要把 就變成 V V V 這個是 V D 比 V 或直接吧 我把這個東西翻過來 我把這個東西翻過來 不就是 V A 減 V B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變成一個負號 就顛倒過來 是不是這樣子 就把它變一個負號 我用口述啦 寫寫很多 我寫很累 你這樣聽得懂嗎 你現在我這個東西 把它顛倒過來的話 不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 那我要它變成 V A 就變成一個負號就好了嘛 Log的東西 是不是變成一個負號 是不是這樣子 哦 那所以啊 你看我這個東西寫下來以後呢 我直接用來寫吧 這個不就是變成什麼呢 R 這個 Log 對不對 Log V B V B V A 是吧 對不對 這個東西 然後 T2 提出來 T2 然後剛剛這個東西翻過來 這個變減了 不是減掉 T1 是吧 對不對 那分母繼續放著 你綠色的分母繼續放的是R R這個 Log 是吧 V B V A 這個 T2 我放出來外面 T2 這個消掉 這個消掉 什麼 對不對 消掉 所以呢 是等於什麼 不就等於 那 不就等於是這個 就是 我再少寫一下 整個這樣子 剩下這樣子 是不是啊 對不對 對 那你這個把它除開來的話 不就是 E 減掉 T2 分之 T1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 你用理想器 來當作操作的這個媒介 Color Cycle 操作的媒介 得到的結果跟Carvin 從這裡面去分析這兩個熱的性質 那兩個熱的性質 因為它只跟溫度有關 因為只有這兩邊 兩邊 它的吸熱跟放熱 只有跟那兩個溫度有關係 對不對 它是完全用數學的性質 函數的性質 函數的性質 去分析得到 它得到這個結果 跟我用idea gas 來當作操作的媒介 得到了這個結果 兩個完全一樣 所以這兩個溫度不是 兩個溫度不是同件事情嗎 這兩個溫度 所以在前面 在前面我們用一個溫度 我們寫什麼T2 這邊寫一個T1 這邊寫一個T1 不是這樣子嗎 為什麼用小T 那時候他講溫度 他就好像就是一個很模糊的 他沒有講那個溫度是什麼 好像就是某個溫度 就是某個溫度 對不對 但是Carvin得到這個結果是 最後得到 跟idea gas 操作得到完全一樣 對不對 當然idea gas 所以我們從Carvin我們就講 因為Carvin去定 定的話 那我們就講這個溫度是 因為效率最高就是100 對 理論上 理論上 最高就是T1是0 低溫的部分是0 所以溫度是有一個最低點 是0 對不對 那idea gas 我們是利用去量外差 記得嗎 我們第一章有講過 idea gas 我們如果按照 如果是idea gas的話 idea gas 我們說這個體積 體積隨著溫度會膨脹 體積隨著溫度會膨脹對不對 比如說溫度 溫度越高 溫度越高 體積會膨脹 假設這樣子 會膨脹是嗎 會膨脹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把它外差 我現在把它外差 外差這一點 那外差這一點 體積最多就是0 我們就沒有了 不是嗎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是王冠天實驗數字的外差 外差的結果 那所以他說這個溫度 所以最低 有一個最低溫 不可能再更低了 對不對 不可能再更低了 對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 Karen他就 這個是0 k 他就令他是0k 對不對 令他是0k 這兩邊不就match了嗎 你懂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 講Karen temperature 或者我們有時候中文這樣講 叫絕對溫度 英文 absolut temperature absolut就是絕對值 所以絕對值就是有0點 叫絕對值 有0點 有最低點 所以這叫絕對值 相對值就是沒有最低點 就是大家相對是多少 大家相對是多少 溫度是有最低點的 溫度是有最低點的 絕對值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就 這個段落 我們就講完了 講完了現在 Karen cycle 這個 我們Karen cycle 講完以後 再來講下一個topic 就講 就是上一章我們講說這個 上堂課 我們就講說要去證明 這兩件事情是相同的 證明這兩件事情是相同 對不對 兩個溫度是一樣的 兩個溫度是一樣的 再來呢 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 對不對 不要忘了 我們這一張的 這一張的 起頭 這一張的起頭 我們不是講嗎 這一張起頭 我們這一張要出現 要介紹一個 很抽象的一個物理量 叫entropy 這個entropy該怎麼定義 對不對 這個entropy是不是該怎麼定義 因為你要滿足 我們前面不是講的一些例子嗎 比如蒸發 舉那個蒸發的例子 reversible irreversible 對不對 entropy entropy 它的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它 上次我們用T分之Q 為什麼要用T分之Q 對不對 來做一個 我們只是給你一個這種概念 然後你看entropy 上次我們就講過 這個entropy是一個 不可逆的評估 對不對 不可逆的 如果entropy會有一個production 就是吸熱熱的傳導以外 我們做一些事情 或是熱的傳導 我們傳導你可以吸收放熱 熱傳導 熱傳導以外 如果你內部又發生一些事情 譬如說上次我們講蒸發 或凝結 對吧 它內部又會產生一些 我們所謂的這個decondition heat 會產生一些entropy 會產生一些entropy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要定一個entropy 要怎麼定 然後entropy又會得到說 最後entropy是一個stay function 也就是說你是reversible irreversible 沒有關係 反正最後你的起始態跟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叫final state 我只要 它stay function我管你路徑是怎麼走 我只要去算它的entropy就好了 所以就要走這一條路 所以走這一條路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做 second law second law這個一樣 最後我們要講這之前 我們先從conar cycle來 我們從conar cycle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conar cycle 我們算出來的結果 它是等1減掉t2分之t1 不是這樣子嗎 那東西會等 本來是寫說1減Q2分之Q1 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看這兩項不是相等嗎 我們最後是得到這個結果 對不對 得到這個結果 那所以假設 我或者我就這樣寫 Q1 Q2 什麼 都會等於這個T1 T2 對不對 那我把它移向一下吧 那所以呢 我的Q Q2 T2 什麼 這個 你把這個拉過來 這個拉過來 是不是等於T1 Q1 是不是等於這樣子 你把它移動 移動一下 那所以這個相減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相減 T2 高溫吸熱的部分 減掉放熱的部分 T1分之Q1 兩個相減是不是0 因為這個兩段是絕熱的 跟熱沒有關 這兩段跟熱傳導有關 這兩段 這兩個步驟 是跟熱傳導有關 所以它Q2被T2來除 減掉 因為它是回來 減掉T1 Q1被T1來除 0 是吧 意思就是一個conor cycle 也就是說一個cycle one cycle 一個conor cycle 它的這個東西是不是0 我寫成這個加起來好不好 summation Ti 當然只有兩個了 Qi 是不是0 是吧 summation就加起來了 你把它加起來是不是等於0 是不是等於0 那所以啊 可是因為conor cycle 它是說 這個東西都是reversible 都是可逆的 可逆的 可逆的 絕熱都可逆 可逆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any cycle 任何的東西也是0 也是0 它現在要prove什麼東西 它現在就講any cycle any cycle的話呢 它的summation 這個Ti Qi加起來 也是0 不一定是要conor cycle 你可以任何事情啊 你可以any cycle 對不對 那今天得到 那書本上這個部分畫的圖 真的是不知所云 畫了一堆線 不曉得那個是什麼 那你想想看 那你想想看 這個我現在any cycle 好不好 我假設畫在PV圖裡面 PV圖 那any cycle呢 我現在假設 假設是起點吧 initual 我轉一圈 我隨便畫吧 我這樣轉一圈回來 又回到回來 又final 這不是any cycle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好看一點 畫圓滑的一個椎圓 你不一定畫椎圓 你 某個地方凹定器 都可以啊 隨你高興 隨你高興 因為我們是為了看起來好看 那你看看 那我這個東西 是可以把它變成 無限多個conor cycle的組合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看 假設我現在畫成conor cycle 我這個叫isosermal的部分 我這個 我先這樣子畫好不好 我待會再來插掉 這個isosermal的部分 我是可以分成無限多個 切 我畫太多 我畫起來很累 我畫少一點 好嗎 我這樣 我是可以這樣來切 對不對 那再加上 再加上aliabatic 是嗎 對 加上aliabatic的話呢 aliabatic的話 我是假設畫成這樣子 這樣子穿過去 這樣子穿過來 好不好 那這個部分呢 這樣子過來 這個部分呢 這樣子過來 可以吧 然後這個出去的部分呢 這樣子過來 這個 這個進去 這樣子過來 假設這樣子吧 再出去 過來 過來 你看我畫這個 iabatic是穿過這個白色的線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穿過白色的線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這樣出去 過來說 過來對不對 這個 過來說 我這畫的圖 你畫的不是那麼平行 你大概知道這個意思 這過來 過來 那假設這個就沒有了 這就沒有了 好吧 這最後一個cycle 假設這樣 那你看看 我總而言之 這個白色的cycle 我可以把它弄成無限多個 cana cycle 組合起來 無限多個 那無限多個組合起來 那我這個 你看這邊是去 這邊是回 這個是回 對這個 下一個cycle 這個是不是去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 是不是可以擦掉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擦掉 這個 全部要擦掉 我會提醒 我要提醒的是 書本上應該畫這樣就好 它要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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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最後通知不曉得 你懂得畫成網狀 畫成網狀以後 你更不曉得那個是什麼 你現在看得懂嗎 我現在是無限多 那重疊的部分我把它擦掉 重疊就是一個是去 一個是回 一個是去 一個是回 是不是這樣子 最後是不是只剩下這個鋸齒狀的東西 這鋸齒狀我現在畫得不夠細 如果你更細畫 這個不是就這個鋸齒狀嗎 是不是這樣子 是吧 那所以今天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我的 summation t i 和 q i 無限多個 對不對 i 我 i 從 1 到無窮多個 是不是 0 因為一個是 0 你無限多個加起來是不是還是 0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那所以既然到無限多個 那我是不是數學上我就可以積分啊 這是告訴我們是不是可以積分 對不對 我用 t 用 t 分之 q 對不對 t 分之 q 假設我們講數學 那這個 q 它就用什麼 它用 data q 好不好 我現在用簡單這樣寫 我寫 t i data q i 要積分起來 是不是 0 是不是 0 對不對 無限多個加起來是不是就是一個積分 那所以今天就給我們一個概念 給我們一個概念 那所以這個東西 我是不是來定它 用 entropy 來定義 對不對 entropy 是給我們一個 hint 對不對 如果我 entropy 如果我的 entropy 我這樣子來定 用 t 因為這是微量的 微量的 微量 切成無限小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變成 entro 用 t 分之 data q 是嗎 這 q 可是因為我們這是 reversible 用 reversible 重點是這個地方是用 reversible 不就是 0 嗎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我如果把這個東西 給我們 hint 把這個東西轉成一個適當的函數 來定義的話 欸 積分起來不是 0 那 entropy 不就是一個 stay 方圓 那所以你看 entropy 像以前我們剛開始說 它是 t 分之 q 可是要怎麼定義這個 q 因為 q 是跟路徑有關係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它用 reversible process 來定義 那所以得到這個概念以後 所以今天我們現在這個是一個 cycle 其實點跟 final 是回來對不對 那你今天如果對 any loop 的話 當然是這樣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切開來 這個從 a 點到 b 點 隨便 a 點到 b 點 那你也 那所有人今天從 a 到 b 吧 假設我稱這個叫 entropy 就是 ds 再加上再從 b 寄到 a 回來 ds 吧對不對 對不對 還是 0 是嗎 就有一個這種 這只是一個數學上的一個 可以得到這種結果 不是嗎 這樣回來就是走一圈回來了 對 或者我簡單的講吧 就是這樣子吧 對不對 一個 cycle 吧 是不是我現在用一個 cycle 那個 cycle 回來不就是一個 0 是嗎 對不對 一個 0 那所以啊 現在重點就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 second law 我們 entropy 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entropy 要怎麼定它比較好的 那所以 second law Second law呢 所以啊 我們 second law 就所謂 law 它去觀察自然界的這個熱的 熱的這個變化的這個現象 然後最後呢 去觀察結果 發覺呢 我們自然界一個 iso 的 system Second law 有兩件事情 好不好 我先講第二件事情 我先講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也就是說 它觀察呢 它觀察這個自然界 isode system 所謂 isode system 那放大來看 就是整個宇宙 放大來看 可是我們每次要討論 要討論一件物質的話 你不可能說討論整個宇宙嘛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相當於是什麼 我講一個 universe吧 universe就是一個 iso 的 system 那 iso 的 system是什麼呢 我們上次就講過 isode system是一個 constant uv 你把它隔離 隔離起來 isode system你把它隔離起來的話 除了沒有質量 也沒有能量的跟外界 沒有 它所有東西都在裡面發生 是吧 對 都在裡面發生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什麼 是一個 constant u v 是吧 constant u v 對 那所以 它說 entropy 自然界 就整個宇宙的entropy 或者 假設我們不考慮整個宇宙 就考慮一個 iso 的 system 一個小宇宙 我們假設這樣講 在 constant u v 是吧 對不對 或者你用 假設你用這個 universe 看你要用哪一個說 用哪一個說的話 它發覺了自然界 這個entropy 一直在增加的 永遠都是增加 這是大於零 或等於零 那意思就是它一直 這個data就是變化 我從狀態一變化到狀態二 一直增加 增加 增加 那到最後是什麼 所謂停 總會一直在增加 會不會到無窮大 不會 它有一個最高點 最大點 最高點 最高點呢 所以equilibrium的時候 待會我們說明 就是等於零啊 它就是最低啦 就是最高點 最高點 是吧 那這個entropy是什麼呢 所以我再回來講 entropy要定義 所以我們entropy要定義呢 好 這個entropy定義 定義寫成三條棒 entropy要定義 是吧 entropy要定義的話呢 它是用t分之data q-reversible來定義 用這個東西來定義 來令 令它是什麼數值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要記起來啊 這個要記起來對不對 Second law 是吧 這Second law 小考 考你 Second law是什麼 你要寫兩件事情 都要寫出來啊 對不對 第一件是entropy是什麼定義的 entropy是什麼定義的 對不對 第二件是entropy是怎麼變化的 entropy是怎麼變化的 entropy變化 就是自然界 宇宙 entropy永遠都是增加的 都是變大的 一直增加 它會不會一直大大無窮 不會啊 它容易達到一個最大值 達到最大值就停了嘛 停了就是平衡點 我們所謂熱力學長平衡 就是我們就停下來 就穩定了 對 它就不再增加了 如果再繼續變 它又下降了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平衡點 好 那這個是 是這個entropy 所以啊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見 所以呢 所以在equilibrium 平衡的時候 平衡的時候就是 我們今天是什麼呢 這個entropy 對不對 Constant UV 都是等於0 或者講起來吧 就是不就是entropy 在Constant UV的時候呢 是不是一個最大值 maximum 就是平衡嘛 是不是啊 對不對 不平衡 non-equilibrium non-equilibrium就是會變嘛 對不對 non-equilibrium 也就是它的entropy的變化 在一個宇宙來講 是會增加的 它會變大 對 它會變大 對 它會變大 對不對 那也就是它會一直變 從1變到2 再繼續增加 再繼續變 繼續變 變到變到變 到最後它到最大值了 到最大值了 就停 是不是這樣 停就是平衡 熱力學我們講這個叫平衡 它不叫做stable 它叫平衡 這樣懂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但是這兩個entropy 第一個entropy要怎麼定義 所以你看這個entropy 看我們中文寫成sang 因為以前有同學講說 這個sang 是不是因為是相處的關係叫sang 不是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鑲成的東西要叫雞嗎 為什麼它叫 因為這個字是創造 從火是熱力學的東西 從sang 為什麼叫sang 中文字是有意思的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叫sang 應該是 它不是相處的關係 不是相處的關係 對不對 它事實上 是裡面有一些意義在內 我講 你看我們entropy 英文我們叫entropy entropy也是創造出來對不對 最後我們entropy到這 你看這樣到此為止 你不覺得這個很空洞嗎 entropy不知所隱 你是有點頭大對不對 你看我們從這一帳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能量的轉換 但我們還要再講 一個可逆與不可逆 不可逆的呢 就是會有耗損 會產生entropy 對不對 可逆的就不會有entropy的production 不是不會產生entropy 它除了熱傳導的產生entropy 它內部不會有entropy的production的產生 這叫可逆 這叫可逆 很空洞 很空洞 Anyway 無所謂 你如果實在是還是搞不懂 沒關係 這兩個背起來就好了 記起來 我相信 你講我都相信 我都相信 OK 我記起來 我要記算entropy 假設要記算 你看從這裡面 我要記算entropy的變化 從State 1 狀態1變化到狀態2 對不對 State 2 就要求這個data 大三角形的大聚觀變化 什麼 聚觀變化 我就是積分嘛 就是 積分講是Ds的積分 從狀態1 狀態1 積到狀態2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G要怎麼記 就是把t分之data q reversible 從狀態1 積分到狀態2 對不對 那現在再繼續做 那就把data q reversible data q 我假設 我寫成這樣 data q reversible 我把它轉換成其他的數學 函數嘛 譬如說 假設dt dv 或什麼d 你懂你什麼 數學 不就可以繼續計算這個東西了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最後計算出來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這entropy的變化 你 配合球機式 如果這裡面東西太抽象 你讀起來實在是好累啊 沒關係 Forget it 對不對 你最後還是就是要用它嘛 對不對 我們最後還是要去算entropy entropy 最後我們會把它轉換成能量 再乘上一個溫度 你看這個t 你看t乘到entropy 是變成一個energy 對不對 再把它乘一下就變成energy嘛 因為我們最後要算能量嘛 這要算能量嘛 是嗎 所以你看這個過程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張前面在講的東西啊 這就是一些發展史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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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他就哦 你看看 從這個東西得到 給我們一個hint entropy要怎麼定義 那entropy就會是一個stay function 就會是一個stay function 你看然後這樣弄出來 竟然可逆不可逆也沒有 any cycle 這個也是不可逆的cycle 你懂意思嗎 對不對 你any cycle 我可以用conar cycle 把它組合起來 大家還是零 你懂意思嗎 entropy還是零對不對 那我們後面呢 再就會舉一些例子來散看了 那所以這個書本上在這個階段呢 他就舉了一些例子 我們剛剛就講 我們可以是可逆的 這個變化 從狀態一到狀態二 你可以是可逆的 你也可以是不可逆的 是嗎 對不對 假設吸熱做工 或者是壓 或者是壓桌放熱 隨便 隨便啦 我們吸熱做工比較容易想像 我吸熱做工 我吸熱做工 一個是可逆的 一個是不可逆的 他告訴你呢 可逆的過程 可以做最大的工 可以吸最大的熱 數學可以證明 好不好 所以他告訴你呢 所以他這個下一個階段 他就講了 他可以maximum work 對一個reversible process 對reversible來講 那我們剛剛就講 我現在把E2 我先按到筆記寫 從一個狀態A 變化到狀態B吧 我有兩種 一種是可逆的 一種是不可逆的 我們來比較一下 對不對 來比較一下 那所以今天呢 我的 無論如何 我現在這個 從這個 first law 我起了聚觀的變化 first law來講呢 它就可以選成Data Q 減掉Data W 我沒有這樣 這個東西跟可逆不可逆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反正能量不能耗損嘛 對不對 也不能憑通消失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first law first law 告訴我們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呢 假設我寫成微分字 一樣吧 DU 寫Data Q 減Data W 這個是first law first law告訴我們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考慮 我們現在來考慮 考慮我吸熱做工 好嗎 對不對 吸熱做工的話 那對系統 我今天對系統 entropy the system entropy the system的話 我吸熱啊 吸熱的話 我剛剛就講 我們這個熱 這個熱不是熱傳導嗎 對不對 我吸的熱 所以這可以等於什麼 可以等於T 分之Data Q 我這個下標 我寫Transfer好不好 Transfer 我吸的熱 entropy不是吸的熱嗎 對不對 對System 我一個System 假設我一個 噢 吸熱 做工 我吸多少熱 它的entropy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呢 我這樣吸熱去做工 有兩件事情啊 如果是可膩的 就沒有 不會再 就是吸熱做工 它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其他的事情 譬如說我們講的 蒸發的這件事情 對吧 吸熱蒸發 沒有發生其他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不可膩的 它是不是還 它會產生一個 Degregation Heat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假設我們這個地方 會加上一個什麼 我們以前講的 T分之Data Q 我假設這個東西叫 Degregation 好不好 綠色的這一項 就是我們講的 entropy的production 是不是這樣子 算是entropy的production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或者 我這一項 我書的筆記上 我寫叫 irreversible的東西 或者是呢 我叫entropy的production 好不好 對吧 我不要寫一個P 寫一個P 我寫production 因為P你以為是等壓 你懂嗎 我寫一個production 因為以前我寫一個P 有同學 這是不是等壓 沒有沒有 不是等壓 我在這個家講production 就看你用什麼方法講它 那你懂它的意思 你懂它的意思對不對 那所以 那所以這一項 entropy production 我們就講了 那這個東西 對不對 是不是大也等於0 大也等於0就是不可逆的 越大就是越大 是不是這樣子 可逆的就是沒有 可逆的就是沒有 我們在上次給大家一個概念的時候 說 可逆的東西就不會有 它除了吸熱作工 它不會發生別的事情 不會發生別的事情 是嗎 那你如果這樣去瞭解的話 那所以我待會兒我就 我就不要寫了好不好 我待會兒就寫一個T 寫一個T 我要寫一堆字在那邊寫 有點累 有點累 你看筆記的話就懂了對不對 好 那所以 從first law告訴我們 從這個first law 從各種高度 我今天呢 du system 我system是不是等於一樣 我可以寫成Data Q 對system來講 它就一個Q的transfer 這地方寫成Data Q 我用大字母來寫transfer 然後他要去做工 做的工是Data W 他去做的工是Data W 對不對 我吸熱作工 吸熱去做工 對system來講 我就是吸熱作工 看到的東西就是這樣 內部的東西我看不到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今天把這一項 所以一項一項 所以Data Q的transfer 對不對 不就等於du system嗎 對不對 加上Data W 你再加上Data W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呢 所以我現在意思是說 那總 總而言之 那這個東西的話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Data Q 就是把它帶到這裡面來 好吧 帶到那裡面來 對不對 帶到這裡面來 把這個東西 這個Data Q 不寫成小Q 那這個東西我寫成這樣 好吧 對不對 大Q小Q沒關係 大Q小Q沒有 反正是heat 對 把它帶到這裡面 那所以啊 我現在帶進去的 那所以 Dentropy的system 對不對 這個是等於這個 那這個被T來儲 是嗎 等於T T Du system 是嗎 再加上Data 做的工 Data W 再加上Data W 對不對 然後呢 它會再加上一個什麼呢 加上這一項 我叫做 entropy的production 我用綠色寫 加上綠色這一項 是加上 entropy的production 或者PRD好了 我理得entropy production 對不對 加上entropy production 那所以你今天 我就可以 因為我們要討論 最大工 我們就要把這個 只看工就好了 我們現在只看工 所以看工的話 你就要把這個東西 承開來把它移項 所以你今天把它移項 所以這個Data W 乘開來的話 是等於這個T Ds System 是吧 T 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東西移過來 減掉 Du System 是吧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 再減掉 這個綠色的部分 T Ds production 是吧 是不是這樣 你這個T乘過來 或者T T保留白色的吧 假設你看就乖乖 T保留白色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承開來再移項一下 好 那我們就講過了 因為呢 我這個entropy的production entropy的production 就是不可逆的程度 是大於等於0 等於0就是reversible 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大於等於0 是不是 那你看這減掉一個東西 大於等於0的話 那不就代表這個白色的部分 一減掉一個這個 溫度絕對是正值 溫度是正值 這個大於等於0 你要扣掉一個東西 那所以等於0的時候 是等於白色的這個東西 最大的值嗎 是吧 所以你看data w 所以data w的maximum 不就是白色的這個部分嗎 tds system 是吧 減掉du system 我假設用刮虎刮起來吧 不就這個是最大值嗎 是吧 對一個reversible的東西 entropy的production 是0 entropy的production是0的時候 它就最大值嘛 對不對 那你不可逆 越嚴重 所做的工是不是越少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剛才 這個牛頓力學的摩擦吧 摩擦力 摩擦 你就把它想像是entropy吧 這個摩擦越嚴重 這個不是耗損越嚴重 你懂我意思嗎 你可以這樣去想像吧 這樣去想像吧 這兩件事不是兩回事 但是我說 你假設你覺得這個 有點空洞的話對不對 你這樣去想像 好像 好像還可以接受 好像還可以接受 雖然entropy不小心 不知所言 entropy不知所言 你去想像 你想像類似內部的摩擦 內部的耗損 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不可逆 越嚴重就耗損越嚴重 所以做的工就越小嘛 假如吸熱一樣 我們待會兒講 吸熱一樣 你如果耗損得越嚴重 我吸的熱就不 就裡面就產生一類的熱 這個就沒辦法吸熱嘛 是不是這樣子 懂我的意思嗎 你這樣去體會 這個不是完全equilibrium 我只是說讓你去 讓你去感覺 讓你覺得好受一點 否則的話 你這樣讀這個東西 你會很亂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這樣講起來 你就覺得好像 因為我以前跟同學這樣講 對…這樣聯想好像 好像比較容易接受 這兩件事是兩回事 這兩回事 我沒有跟你講 這可是同一件事情 不是不是 我只是說 教你怎麼樣去 如果你實在是很昏 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幾乎大部分 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很昏 包括以前我在讀書 這段時候不知所言 要搞什麼法系對不對 前面都講了一道 他講一道 原來就是為了要去考慮 entropy要怎麼定義的 entropy 是不是 你看現在弄完了以後 我們的definity是這樣的 這個entropy What is entropy 這個S 是什麼 What 它是什麼 我們科學家搞到這個階段 還是不知道 他只是覺得 這個東西要去評估一個 不可逆的程度 可以當作一個指標 你懂的意思嗎 可是entropy是什麼 還是不知道 到這個階段 我們前面科學家搞 你也知道嗎 從這裡到最後知道entropy是什麼 我們前面一堆神仙 也搞了50年耶 半個世紀耶 所以你跟他想一想以後 你就會心裡比較坦然 你就會覺得說 我跟他們 我跟世界大咖的比起來 我實在是什麼也不是 最後你都搞了50年 最後要我一下子 你50年的功力 要一下子灌進來 我要把他去體會 要能夠發揮 不是有點頭痛嗎 所以熱力學最頭痛的就是這裡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弄到這裡以後 哇就投降了 不要不要投降 我想說你那都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 你就聽你你你你你你 但是coner cycle是什麼 你還可以算嘛對不對 對不對 最後你就是知道entropy 反正我寫成三條棒嘛 背起來 那就是命名啊 你怎麼它是命名的 你怎麼命名的 對不對 同樣的你去想想看嘛 你的過去的人 告訴你這個叫粉筆 你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看得到 所以一年你看得到 你說這講粉筆 這個是粉筆 以後你就稱它這叫粉筆 你好像就覺得很直接啊對不對 問題是entropy我看不到摸不到 你懂什麼 看不到摸不到你就記得 就是這個東西嘛 這個東西叫entropy我就好了 是不是對不對 它是數學的定義 數學的定義啊 可是這個自己這個呢 以後再說嘛 以後再說嘛 它物理意義 所以你看 我說這個叫粉筆 因為你看得到 所以對你來講是有物理意義 你懂我意思嗎 一個數學的東西就很抽象啊 你看不到摸不到 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人性就害怕 人性就害怕 那我剛剛就講沒有關係 你不要放棄 你只要會算就好 你懂我意思嗎 到最後 還有一段路了 我們其中考完以後 再告訴你entropy是什麼 再告訴你entropy為什麼叫上 為什麼叫上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這個地方 那所以這地方maximum work 那當然我也可以寫成 這是寫成微分量 我也可以寫成聚觀量 是吧 一樣就把這個data換成大三角形 是吧 換成大三角形 我就講 因為我以前都知道寫一個函數 因為書本要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路徑有關 他就書本不放一個大三角形 後來我就發覺 你畫一個大三角形 跟這樣子你就知道 這個是微分量 都是聚觀量 這個是函數 一樣啦 這個是maximum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寫起來 那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那它是T 那這個當然就要寫成 這個東西就 假設我是從狀態A吧 到B吧 SB 或者我就要寫 寫叫dataS吧 對不對 這dataS 減掉dataU吧 是吧 那你要寫起來的話 就是SB-SA 是吧 減掉這個UB-UA吧 這個就是maximum 這個就是maximum的東西 是吧 對reversible process來講 那我們現在講說reversible process 我剛剛就講過 它可以 reversible process 它可以做最大的功 maximum walk 假設吸熱 它也可以maximum heat 可以吸最大的熱 同樣的道理 我現在也是一樣 heat transfer 好吧 for這個reversible process 那這個transfer呢 那我們現在呢 我現在假設吸熱做工好了 好吧 因為你也可以是放熱對不對 你也可以是放熱對不對 壓縮放熱 那這個transfer 我刮五起來 叫maximum heat assault 好吧 它吸熱 可以吸最大的熱 那這個東西也就是說 意思是說Q reversible 吸的dataQ reversible 是吧 這大一點 dataQ呢 irreversible 是吧 irreversible 那書本上在這個地方呢 他就不用這樣去弄 他就舉個例子 他舉個例子 來讓你去體會 好不好 那你去提這個例子 所以呢 這個example呢 這個example的話 他用什麼東西來舉例呢 他用這個 譬如說我們今天膨脹 好不好 我今天氣體膨脹 我也可以等溫可逆的膨脹 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compare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個expansion好不好 我用理想氣體 ideal gas 有兩種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我現在假設是什麼呢 我現在假設是 reversible 我就用簡單的寫 reversible 再加上isothermal 那我現在體積呢 從va膨脹到vb 就當了這個va是小於vb 膨脹 在某個溫度 某個溫度t 溫度t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 我剛剛講是假設是可逆的 虛擬 你喜歡 膨脹 膨脹從a到b 膨脹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我可以假設 不可逆的 非常嚴重 我們一個東西叫free expansion 英文叫free 就是自由膨脹 我一個東西叫free expansion 我待會再說明 e的話呢 就是我現在從e 我從體積va 假設我一開始是va 好不好 我自己假設有一個 有一個隔板 有一個 Connie 有一個곡 然後就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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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跑過來了 最後變成vb 好嗎 膨脹 這個等溫 可以吸熱 但是這個要吸熱 這個氣體要吸熱 要吸熱 對不對 要吸熱 第二個呢 什麼叫Free Expansion Free Expansion 就是有點假想 一樣 我現在本來是VA 那我有一個隔板好不好 我有隔板 用點點點 這個氣體 我現在把隔板敲掉 抽掉 你看我把這隔板拿掉 它自己會擴散 這叫Free Expansion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我只有這樣隔板 那但是呢 事實上講起來 它等同是什麼 因為你是把它封起來的 它不能吸熱 對不對 它自己跑 對不對 是不是等Aliabatic 什麼 Adiabatic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我只是把隔板拿掉一下 溫度還是 它也沒有吸熱 溫度還是固定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它還是Constant T啊 是不是這樣子 溫度也一點都沒有變嘛 我只是隔板抽掉 它自己自己就在跑 是不是這樣 它是在等溫之下 氣體自己跑啊 你懂我意思嗎 我本來是隔板嘛 隔板拿掉以後沒有隔板 它自己跑 這個時候 你現在這兩個東西在比較 這個是不是會做功 這個Piston 是要做功 是不是要做功 W 是嗎 這個東西是嗎 哪有做功 它自己跑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 是No Walk 我假設有一個Data W好不好 這個東西是Data W 是0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是不可逆的很嚴重 你讓它擴散完以後 你要再回去 回得去嗎 回不去嘛 對不對 你一定要推… 才可以推回去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不可逆的非常嚴重 不可逆到極致是不是這樣子 假設不可逆的話 同樣你看到最後 我們都是在溫度T固定之下 它最後變成是VB 從VA變到VB 這是溫度T 從VA變到VB 變到VB 一樣 只是兩個程序不一樣 我們來比較一下 它們的吸熱做功 我們剛剛來看看做功好了 這個是不是0 這功一定是正的吧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一定是正的吧 對不對 而且大於0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先不算 先不算 對不對 我先講到這個地方再下一個 再來你看這個地方是 假設這個地方有一個Q 假設我有一個Data Q 它是不是要吸熱 等溫啊 等溫我要吸熱才有辦法去做功 是不是這樣子 才能維持溫度固定 這個地方因為它沒有做功 對不對 所以這個Data Q 所以這個進來的Data Q 是不是0 因為Aliabetic 它沒有熱耶 對不對 它沒有熱耶 是不是可以比較 我根本就把它封起來 我只把胳膊拿掉而已 它自己就跑了 沒有吸熱啊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出來 它這個東西熱是不是 吸得多 做功 這個東西有做功 這完全沒有做功 這兩個極端啊 這兩個極端啊 對不對 那我們待會呢 我們下課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就來這兩個步驟 我先暫時留著 待會留著 待會我們就來計算這兩個步驟 我們可以算一算吧 它做的功 這個是多少 譬如說這個功是多少 我這個告訴你是多少 這是多少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多少 當然0就0 0就是0 對不對 算一算吧 當然我們剛剛還有講 那這兩個東西entropy 最後我們希望這兩個東西entropy 是不是可以算一下 這兩個東西entropy 是不是應該可以算一下 對不對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我就以這個東西來算 來算 休息一下